金刚狼在许多影迷亲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狼叔穷尽一生 为我们展现了一下意志坚定 却又备受同情的角色 金刚狼三中 狼叔为拯救新一代变种人而死 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有人不舍 也有人觉得狼叔该休息了 但在粉丝们的内心深处中 或多或少都希望能再看到狼叔的身影 而这次我们又看到了希望 此事要求金刚狼回归 狼叔亲口答应 电影《此事2》最后的结尾彩案处 此事拿到了电索的时间穿越装置 修改了一些我们不愿看到的现实 狼叔就是其一 金刚狼中 金刚狼遇到了最初版本的哑巴 此事两人本要发生一场战斗 这时我们的经典此事穿越而来 对着呀 此事就是一枪成功的将其消灭 接着 此事还简单的与狼叔聊了几句 他告诉金刚狼 自己是来修改时间线的 并且也把狼叔最后会死去 人们会悲痛的事实告诉了金刚狼 听到这 狼叔也是一脸猛逼 不知道他讲了什么 但最后的一句话 却让无人粉丝激动不已 此事让金刚狼不用担心 自己会想办法让他回归 还让金刚狼必须答应 接着 金刚狼肯定的说了一个字 好 漫威彩蛋一般 是不会轻易开玩笑的 其中出现的故事内容 必然有着某种目的 就像几年前出现的灭霸一样 如今可以简简单单的消灭 半个漫威宇宙生命 此事而终的这个彩蛋 或许也会成为狼叔回归的一个重要标志 而这一切都要去看死事今后的所作所为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金刚狼回归以及死事的一些情况 但愿一切都能如我们所愿